吹牛大王力险记 第十章 海上奇遇 听了这么多 你们还会不会觉得我说的都是天方夜谭 其实 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到处旅行的话 也可能遇到各种稀奇古怪 光怪陆离的事情 保不准 比我的还要不可思议呢 下面 我就再讲讲我在海上的故事吧 有一次 我率领四五百个士兵登上一艘英国的战舰 向北美进发 最初 沿途没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直到在离圣劳伦斯河大约还有三百海里远的时候 战舰突然不知道撞到了什么东西 瞬间 我们觉得就像发生了大地震一样 到处都在摇晃 很多东西都被损坏了 就连所有的桅杆也都开裂了 当时 桅杆上正好有个水手在工作 一下就被这突然的震动抛出了三里远 幸好水手在半空中抓到了一只红露丝的尾巴 然后 他爬到了红露丝的背上 被红露丝带回到了船上 和他比起来 我就没那么好运了 当时我正在甲板下面的船舱里 当战舰被撞到的时候 我随着强烈的撞击被两脚腾空的弹了起来 脑袋直接撞到了天花板上 这一撞可不得了 竟把我的脑袋从脖子那里给挤到了肚子里 为此 我花了好长时间 才把脑袋给拔了出来 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对了 你们猜猜 战舰撞到的是什么 暗胶 不不不 不是暗胶 是一头大鲸鱼 当时它正在水里睡觉呢 这一撞 正好把它给撞醒了 鲸鱼大发脾气 一口咬住我们的船毛 并疯狂地到处乱游 于是破损的战舰和倒霉的我们 就这样被拖着在海里跑了很久很久 幸亏船毛上的铁链后来断了 不然 我们真不知道要被鲸鱼拖到什么地方去 从北美回来的时候 我们又遇到了这头鲸鱼 不过 那时它已经死了 浮在水面上 尸体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山一样 我们把鲸鱼的头砍了下来 并拖到甲板上 然后 在它牙齿的一个蛀牙洞里 找到了我们的船毛 最先发现它的船员说 看 我们的毛在这里 刚说完 我们就听到了好几声 看 我们的毛在这里 原来 是这个蛀牙洞实在太大了 大到都产生回音了 对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 我忘了讲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 鲸鱼拖着我们到处游的时候 战舰撞到一块针的礁石 并破了个窟窿 海水很快就灌了进来 而且越灌越多 战舰则开始慢慢往下沉 我第一个发现了这个窟窿 可当时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这会儿 找人来抢修肯定来不及 没办法 我只好牺牲自己 一屁股坐在了这个窟窿上 把它堵得严严实实 等着维修工来 这件事之后 全船人都对我感激涕零 要知道 如果不是我那临危不惧的一屁股 大家肯定早就葬身大海了 二屁股线飞 可是这个窟窿上 又没有进去 其两屁股杂的垂球 一屁股杂的垂球 三屁股杂的垂球